二戰以來 香港樓市經歷過四輪週期 本輪樓市自2003年開始 升至去年第三季創新高 根據猜響物業股價儲 全面彈制後數據 截至9月1年下跌8% 參考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不全面彈貼市的 截至本月首週 樓市下跌了15個月 跌幅13.9% 紫禎相信 今次不是牛市回條而是紅市轉世 以往三輪紅市為期三至六年 今次回落期只有一年三個月 要見底至少要2024年第三季 影響樓市的因素 主要是供求兩方面 上次的文章提到香港長期供應不足 但五名學者在2020年發表 香港房價上漲的內外因素的研究報告指出 香港住宅供應的變化對樓價指數沒有重大影響力 發現樓價上升的主要驅動力來自需求端 包括收入水平 貨幣供應量和通脹 普遍相信推動房價的重要力量是收入水平 一般是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 水平衡量和經濟活動GDP衡量 GDP增長會帶動收入增長 而收入必須持續積累才能買樓 隨著經濟發展及人均收入增加 轉化為對所有商品 包括住宅的需求增加並推動樓價上漲 因此GDP是決定性因素 尤其是實際GDP或人均GDP是決定性因素 人均GDP較GDP數據更可取 因可減少錯覺 亞洲、歐洲和美國的研究表明 樓價中位數與人均GDP 相關性高達60%至95% 長遠來看 兩個周期的增長趨勢通常相互對應 當然人均GDP和樓價不會時時刻刻都保持高度相關性 該報告指出 香港是很好的例子 樓價基本上指示人均GDP指數的放大氣 兩者會出現典型均值回歸 另一份更早在2015年發表的 《香港房價的決定因素》研究報告 也得出香港的樓價與人均GDP 及香港出口主要經濟活動 呈現正相關的結論 以本港四次樓市牛紅周期 與同期香港人均GDP比較 發現第一輪周期的回落階段 1965至1969年 人均GDP由雙位數跌至單位數 並於1968年出現負增長1.2% 第二輪回落期 1981至1984年 亦出現同樣情況 1981年人均GDP跌至單位數 1983年出現負增長8.78% 亦年見底回升 第三輪周期 人均GDP在1997年 最後一次以雙位數字增長 並創出新高後 直至現在從未再出現雙位數的增幅 樓價與人均GDP同步在97年見頂 之後6年除了2000年外 其餘5年都出現人均GDP負增長 2004年才再出現正增長 其間人均GDP跌幅高達12.3% 在本輪第四輪周期 2019及2020年人均GDP出現連續兩年下跌 去年則大幅反彈7.7%達到49,660美元的新高水平 由於2020年爆發發全球性的新冠疫情 令香港GDP連跌4季 由於低基數效應 2021年香港GDP大反彈 大動人均GDP也急升7.7% 不過同樣因基數效應 今年本港GDP連續三季按年萎縮 再度出現技術性衰退 除了看GDP外 人均GDP也要看人口數字變化 本港人口增長趨勢自2020年開始出現18年以來首次減少 人口少了46,600人 2021年趨勢持續 再減少72,700人 今年上半年人口再減少109,900至729.16萬人 以2019年底的最高峰7520,800人計算 兩年半減少3%人口 約為22.9萬人 除了人均GDP外 2015年的香港房價的決定因素研究報告的實證結果 亦表明 香港樓價與香港居民離境呈現負相關negative correlation 即居民離境增加 本港樓價便呈現下跌 過去兩年半的移民潮便是另一個名證 至於今年全年GDP肯定不好看 考慮到首三季表現 及短期前景欠佳 政府將今年GDP增長預測 大幅向下修訂至收縮3.2% 那麼人均GDP會否再度下跌 要看人口份母的跌幅會否更大 無論如何 樓市今年仍難以扭轉下跌的命運 2020年公佈的 香港房價上漲的內外因素研究發現 香港樓市亦受外部決定因素 長期以來 資本流入一直是與房價呈現相關 來自中國大陸的資本流入以及通脹 和經濟衰退導致香港房價上漲 因為香港物業被視為一種保值的方式